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夏天 网上突然爆出许多关于吃蘑菇中毒身亡的新闻 一时间让很多人揪心 他们吃的是什么蘑菇 是什么诱惑他们冒生命危险去食用 蘑菇到底还能不能吃 说到底 蘑菇是一种大型真菌 据研究发现 自然界中七万多种蘑菇里面 可以食用的仅有一百多种 而毒蘑菇大约有五百多种 那么自然界中含有多少种美味蘑菇没有被发现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一次针对西藏真菌资源多样性的科学考察正在进行 而这一众人落在刘洪菇肩上 刘洪菇是中国国家真菌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这次科考他要在西藏这种特殊环境中寻找可以食用的蘑菇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 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 这里紫外线照射强烈 氧气稀薄 早晚温差相差二十度以上 这么恶劣的自然环境会有蘑菇生长吗 刘洪伟为什么偏偏要到这里来找蘑菇呢 刘洪伟2004年从日本东京海洋大学毕业 多年来一直从事真菌药理应用方面的研究 但是他从来没有到西藏这样的环境中做过真菌调查 这里蘑菇的种类有多少生长环境如何 他们在被端上餐桌之前的原始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疑问都是刘洪伟希望找到的答案 通过研究来挖掘它为什么这个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 要造就这些不同的类群不同的种类 科考队从拉萨出发 向东南方向行驶了四个多小时 找到了一片密林 刘洪伟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他心目中的宝贝 这个流着黑汤像墨汁一样的真菌 叫做墨汁鬼伞 他看上去很普通 却有着致命的魔力 这个发现让刘洪伟很兴奋 这种蘑菇看上去很吓人 但是它在六分熟的时候是无毒的 甚至是一种可以食用的美味 然而一旦超过这个时间 它就会变成剧毒 那么在西藏像墨汁鬼伞这样的毒蘑菇有多少 当地人又是如何把他们分辨出来的呢 沿着捏村往东南方向 刘洪伟又有了令人欣喜的新发现 在这条溪水旁边 遇到一位退伍回乡的当地人 对于如何分辨毒蘑菇 他告诉了刘洪伟一种独特的方法 这种通过有没有虫子的土办法来辨别蘑菇是否有毒 在民间广泛流传 但这种方法可靠吗 他们根据经验认为 管射虫这个可能就是可以吃的 因为它是靠外观来辨识嘛 从我的脚来说 最好轻易不要使用一些没见过的 或者是野生的蘑菇 因为这个种毒的几率还是很大 每年在我们国家死的人数也几百人的 尤其在云南 四川地区 夏秋时节是采野生蘑菇的最佳时间 但长久以来 由于人们对它的一知半解 每年在我国四川 云南 广东 安徽 福建等省份 都会频频发生 雾采时野生蘑菇导致中毒甚至死亡的事件发生 究竟是什么诱惑 使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 去食用野生蘑菇呢 鲜味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蘑菇很鲜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存在 那这个特殊的氨基酸在你吃到嘴里之后 跟唾液然后在嘴里反应之后 你就感到是鲜味的感觉 就是这种鲜味 让人们千百年来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使用它 据记载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养勺文化时期 人类便开始食用野生蘑菇 云南人爱吃蘑菇 而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一门县 是中国野生食用军交易中心 这里每年都有五千多吨的收获 每年举行的野生蘑菇交易会 短短七天交易额就会达到一元以上 那么爱吃蘑菇的云南人 又是如何选择野生蘑菇的呢 27岁的曹斌 是云南省一门县颇有名气的野生军厨师 这七年多钱 一百八 凭着对各种野生蘑菇的掌握 他决定选取当地最鲜美 最有特色的蘑菇作为主要食材 为食客创制一桌独特的全军宴 我最早是做那川菜的 镜子做起来的话 它比其他菜难 因为它毒性比较大 从加工的这些过程当中 你制造不好 它毒性比较大 尽管鲜美的真菌大多有致命毒素 但曹斌还是决定试一试 创制全军宴 难度最大的就是处理各种有毒蘑菇 在云南最有名气的一种毒蘑菇 叫剑手青 学名叫牛肝菌 味道非常鲜美 但就是毒性大 就是这个牛肝菌 中毒起来它身上会麻 寒伤了 导致人脑丝里面会烂 全军宴除了牛肝菌 曹斌还需要另外一种鲜味独特的野生蘑菇 快菌 成熟后的快菌 有一种难以抗拒的独特芬芳 它会散发出如雄性荷尔蒙般的气味 与鹅肝鱼子酱一起 被称为世界上三大真味之王 法国美食家对它情有独钟 称其食味有如狮般神秘 曹斌正是对这种特殊味道的迷恋 才会选择快菌这种稀少蘑菇作为食材 快菌无业无静 也无花无果 完全隐身匿迹 它与橡树共生 生长在地下 快菌可以生长二十多年 而想要找到品质最好的快菌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曹斌为寻找牛干菌和快菌 而伤脑筋的同时 远在西藏的刘洪伟带领科考队 也为寻找他们的真菌样本 而大费周折 为此刘洪伟特意带科考队 来到林芝地区 八一镇农贸市场 这里大街小巷 随处都能看到正在晾晒的湖掌军 这些都是当地人钟爱的蘑菇种类 但当问起这些蘑菇从哪采摘的 他们却默而不答 这更增添了这些蘑菇的神秘感 但是对于刘洪伟来说 必须要找到他们的原始生存环境 卢朗 藏鱼里是龙王谷的意思 也是叫人不想家的地方 位于西藏东南部 雅鲁藏浦江中游 平均海拔三千七百米 两侧青山由低往高 分别由灌木丛和茂密的云山松树 组成的卢朗银海 是一片典型的高原草垫地带 这里气候湿润 年降水量一千五百毫米左右 平均气温设施十一度 是最适合刘洪伟彩蘑菇的地方 这是好东西 这个海拔不一样 而植被内型就不一样 上面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分界线 下面的是阔叶泥 主要是青钢树 下面就是那种是山树 不同的生金内型的话 它的真菌的蘿菇的种类也 也是不一样的 科考队到达卢朗镇时 已经是傍晚 刘洪伟决定把科考队安置在一家家庭式酒店 这是一个典型的女主男主外的藏族之家 女主人在家迎来送往 经营这间小小的酒店 男主人赶着家里的牛羊上山放牧 下雨吗 2004年 我们自己花钱盖的 我老公也是老郎了 他是武寨那边的 我们村里面都在山上的 6月278号左右上山的嘛 不到三个月 炒一个菜 窝松根炒肉 明天上去嘛 后天回来 起码上去嘛 高原奶制品是白马取真家 饮食习惯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 但是刘洪伟却意外的在他家的后厨 发现了作为食材的蘑菇 我妈妈两个 昨天才来的大角窝 它里面是松茸 木是树根上面有 树根上面有 木核类的 那些种不下 只能山上台 大角窝呀那些 那松茸 像我们刚才采的那些 你们里头有吃的吗 没有 为什么呀 那里面有的是毒的嘛 原来这家酒店是一家主打蘑菇宴的酒店 女主人白马更是做的一手好蘑菇宴 这让劳累了一天的可考队倍感兴奋 这是做松茸 这是开花的嘛 这没开花的 没开花的 你给老公做个松茸呗 他不吃蘑菇呢 反正蘑菇之类的他不吃 松茸对于生活在卢朗这个野生食用军王国的当地百姓来说 并不是珍惜食材 然而对于北京来的可考队员来说 这却是难得的美味 刘洪伟希望白马的父亲能带他们上山采蘑菇 他爽快的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 科考队就跟随白马父亲来到山上 老乡 你前面带路吧 前面有棕林吗 现在正值八月 是卢朗采收野生军的最佳时节 昨天夜里的一场大雨 使这片树林格外湿润 如果运气好 刘洪伟今天应该会有不错的出货 喇叭菇很多 味道一般 快跟上有点远了 通气真好 那个是金耳吗 刀呢 是典型的金耳和毛骨钙菌的共生 金耳的生长呢 它自己独立不能够长出来 它必须依靠毛骨钙菌 前期分解营养物质 后期才会长出它来 所以这个木头上就典型的两者之间 共生的关系 也缺一不可 像杨竹菌 很多都是需要共生的 自然界这种共生的关系还比较多的 这是山珍 高档的山珍 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有一种毛茸茸的真菌 十二像帘子一样挂在树梢 十二像一件衣服披在树皮上 形态各异 造型独特 松罗就现在有卖着它们这 对 泡茶喝 松罗以第一体入药 清热解毒 止咳化痰 所含的松罗酸抗菌作用尤其突出 刚才完第一 则在最前方的刘洪梅 突然发现一种颜色鲜艳 体型巨大的蘑菇 在这片山里 遍地都是这种颜色鲜艳的巨型蘑菇 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蘑菇 它有毒吗 这个头发完整吧 鹅膏属的真菌 会产生很多有毒的氨基酸 有毒的生物碱 有毒的生物碱 在欧洲很早就用来 这个蘑菇切碎了 然后和牛奶了 糖了拌一起 然后来杀死苍蝇 因为苍蝇吃了这个东西 它就会死掉 叫毒营 鹅膏 鹅膏一般是毒的 都是有毒的 绝大多数都有毒的 那只有两种可以吃的 就是一个是我们在西藏 采到那个很大很大的 这个叫橙盖鹅膏 据记载可食用 另外一个就是 在欧洲叫橙黄鹅膏 凯撒大地非常喜欢吃 所以欧洲就把那个蘑菇 叫凯撒蘑菇 民间流传着一些辨别毒蘑菇的方法 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 但是在鹅膏这里 这种辨认方法却失去了作用 然而在民间 除了靠颜色辨识毒蘑菇 也有人利用蘑菇与银器 大蒜煮水后变色来辨识 更有甚者认为 有鳞片 粘液 均托和均环的蘑菇有毒 这些方法可靠吗 所以有些规律经验性的 不能套用 刘宏伟在卢朗发现的这种红黄鹅膏 不仅颜色鲜艳 而且味道也非常鲜美 走 由于蘑菇独特的鲜味 近些年百姓对它青睐有加 已将今天的餐桌演变成 一荤一素一军的饮食心理念 然而最会吃蘑菇的地方 是在跟西藏交界的云南省 那里的百姓最喜欢吃蘑菇 厨师曹兵的全军宴里 有一道新菜 叫快菇罗汉毒 主要原料是快菇 曹兵这次为了少走弯路 决定自己到市场采购 最能令他满意的原料 但由于季节原因 问询多家后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快菇 无奈曹兵找到一个老乡 到附近山上去采挖快菇 快菇对于生长环境非常挑剔 只要阳光降水量 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 就无法生长 这使得快菇非常稀少 然而老乡采挖到的快菇 个头娇小 不成熟 数量稀少 根本无法满足曹兵的需求 曹兵只得求助远在四川 潘芝花的老朋友熊海宽来帮忙 四川省潘芝花市是中国快菇的集中分布区 中国八成以上的快菇都出自这里 熊海宽是潘芝花地区第一批进入快菇行业中的领军人 经营着一家小型快菇加工厂 然而这种临欧洲人趋之若鹜的美味 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市场 所以熊海宽的生意一直显得比较冷清 穿过松软茂密的林地 熊海宽可以凭借经验 通过植被土壤来判断出快菇的位置 然而这次熊海宽也没能采挖到合适的快菇 但为了长期保持快菇的新鲜和口感 他特意准备了一个摄氏零下15度的储藏室 在这里也许能找到草兵想要的快菇 当地这边就是一般在400左右 我们一般当地就是成熟了 然后就把它洗进切片 第一个是用来泡酒 那它里面的那些它熊性铜啊 那快菇多糖那些泡在酒里 那口感也舒服 然后起到一定的化这效果 另外一种吃法就是炖鸡 我们当地人打一只 把它窄杀洗净之后 先炖鸡炖到快八成熟的时候 把那个快菇切成片放在锅里煮 三到五分钟就可以食用了 曹冰找到了理想的快菇 然而就算他对原料精益求精 但若想成功 他仍然需要经历漫长的研发阶段 曹冰找到了第一个他想要的食材 而刘宏伟的科考也接近完成 他决定扩大科考范围 寻找更细微的真菌 在这静静的冰层下面 会有真菌存在吗 根据我们到底能封到什么样的煤 把这真菌拿回去以后 做完鉴定 还是什么 它能采这样的煤 然后我们 它如果是高产菌珠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运用 如果它不是高产菌珠的话 就要通过精英公众的方法 去改造它 去克荣它这一段出来 那我就在这儿吐牙土吧 刘宏伟在西藏的采集工作 已经出现成效 而远在云南的曹冰 为了创制全军宴 历尽艰苦 从四川攀枝花 寻找到满意的快菌后 一直在尝试如何烹饪出 最鲜美的快菌罗汉毒 这道菜的关键 在于各种配料的比例 快菌少了 被肉味多了菌香 鲜味出不来 快菌放多了 又难以成型 而曹冰制作全军宴 不可缺少的 另外一种野生蘑菇 牛干菌 被村民起平力 成功采摘回来 这种长相奇怪的蘑菇 却有着独特的口感 蘑菇一般都鲜香软滑 算不上稀奇 但难得的是 牛干菌软滑的同时 还具有脆嫩的特点 这矛盾的口感 在牛干菌这里 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有时候拿它炒 还有煮 该好吃 起平力 将刚刚采摘的牛干菌 削去腐皮 仔细地清洗 这种牛干菌 俗称剑手青 但是 如何去除剑手青的毒素 却是曹冰面临的困难 它按照当地老乡的介绍 先用旺火将猪油烧热 加入细碎的蒜末和干辣椒 既为了消毒又可爆香 将切片的剑手青 下去翻炒十几分钟 或激发的牛干菌 均相四溢 那么这种方法 能够去除剑手青的毒素吗 我们把牛干菌 带到中科院 微生物所实验室 进行毒性分析 从里面分离到的一种 磨牛干菌毒蛋白 具有抑制猪蛋白合成的作用 这种毒素遇到110度高温时 便可自然分解 对于独特的牛干菌 云南人颇有几分 沿海人吃河豚的意味 蘑菇其实并不可怕 只要正确实用 就会给我们的味蕾 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 聪明的蘑菇料理厨师 曹冰的全军宴 如期呈现在了餐桌上 将蘑菇一呼寻常的鲜香 进行得心应手的演绎 给人带来不可言传的味蕾享受 微生物 科考队 刘洪伟在西藏采集到 可食用蘑菇标本几十种 然而蘑菇在真菌学家眼中 又是攻克癌症 最有希望的途径之一 在我们周围的真菌世界里 几乎毫无疑问 还有很多可食用的蘑菇 等待发现 2015年天气变化无常 长江中下游暴雨 接冻而至 数个城市被淹成灾 华北华东高温干旱 是什么原因 导致异常天气频繁出现 敬请收看 红尔尼诺尔的上集